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腊的西面的爱尔尼亚群岛里面最北部 所以非常有名 它上面的建筑风格不那么像希腊 有点像意大利 它是一个希腊的城市 不能说完全是希腊 但是它的气候非常好 它一年的四季气候宜人非常美丽 能够让人在温暖的气候里面去品尝孤独 又很美又很近 所以古罗马的时代就有很多人 他到这里来 磨眠而来 据说皇帝也来过 很多著名的诗人 作家都来过 到了十九世纪 那个地方 更是很多欧洲的人 艺术家聚集的地方 其中有达官 贵人 有艺术家都喜欢到这个地方 来品尝孤独 然后这个地方后来来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人 这个人叫希希公主 希希公主听说了就要到这里来玩 她是一个奥地利的皇后 她在奥地利维远纳过得特美劲 然后她就要冲破丈夫的阻挠 就要摆脱皇宫的孤独 跑到这个岛上来 一来就喜欢上了 以后多次来 每次来都很高兴 因为这里很宁静 很浪漫 然后就要在这里盖一个别墅 这个别墅呢 也不知道前世谁出的 是奥地利出的呢 还是希腊人出的 总之 她是公主嘛 她是皇后嘛 希腊人很喜欢她 有个电影叫希希公主 然后她就盖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别墅 叫做阿克流士公 阿克流士就是 是河马斯中的一个英雄 就是那个脚跟处 没有被药尽到的地方 其实她身上呢 由于被药水尽住了呢 就是刀枪不露的 那么希希公主来了 她来到这里呢 就是学习希腊的文化 她不仅要了解 希腊的历史和文明 还学习了古希腊语 然后她能够读古希腊语 能够读古代的诗歌 然后她的阿克流士公呢 就被建成古希腊皇宫的样子 她的风格是一个混合的风格 一个是庞佩古城啊 庞佩古城是罗马的 一个就是希腊的 所以那个阿克流士公呢 希希公主的阿克流士公呢 其实是希腊罗马艺术的混合 在那座宫殿里呢 她把郎柱的艺术 和彭佩成的雄伟艺术 集合在一起 盖起了这座宫殿 上面呢 还有很多雕像 一个雕像呢 里面就讲一个神话 比如说有平临死亡的阿克流士 一走进去就是阿克流士的铜像 还有一个仙女 还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蝶夫 蝶夫是古希腊最有名的一个诗人 女诗人很浪漫的 在荒岛上写了很多诗 后来她爱上了一个水手 水手又不要她 她就孤独 就跳牙 从山上跳下了 所以希腊有个地方 自从沙夫跳下去以后呢 凡是悲伤的人都要到那边去自杀 后来死了很多人 因为那个地方很有名 成了一个自杀的好地方 是沙夫 是她著名的 所以在那个阿克流士宫里面呢 也有沙夫的画像 那么那个西西公主呢 是个特别忧郁的 性格极其复杂的皇后 西西公主呢 曾经对她希腊的教徒说呢 她的宫殿就是献给阿克流士的 因为阿克流士呢 是古西亚所有文明 和美的化身 她爱上那个英雄 她很悲伤 所以那个西西公主呢 就表示 她自己死了以后 要埋葬在这里 但到她死的时候 又改变主意了 那个西西公主是很能信的 她把那个宫廷呢 建成有廊柱形的建筑 这个廊柱的底部是中红色的 但是柱子本身却是金色的 不是蓝色的 所以她很韧性 那个颜色好像看起来呢 不搭配 她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她在这种韧性的狂乐之中 和周围的宁静之中 之间怎么协调呢 同时那个西西公主呢 又是个很有文化的人 所以西西公主就在希腊 留下了那么多 一连串的神秘的悬念 我们说她是幸福的 又可以说她是不幸福的 可以说她是一种女性的不幸福 说她呢 是一种爱情出了问题 等等 但是这只是一种猜测 我们再来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岛 这叫做罗德岛 罗德岛是太阳神的故乡 罗德岛里面最著名呢 就是由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 阿波罗神像 阿波罗神像据说是 希腊那个一个著名的 一个地方 据说阿波罗呢 在那个宙师分配土地的时候呢 忘记给阿波罗了 那么阿波罗就去问宙师 说那怎么办呢 阿波罗就说 我想要罗德岛 所以后来呢 宙师就把罗德岛给了阿波罗 所以现在就成了基养阿波罗的地方了 但是现在呢 那个奇迹已经没有了 就是阿波罗铜像没有了 阿波罗铜像是这么回事 据说古代呢 曾经塑造过一座阿波罗的铜像 这个铜像大概建于公元三百年左右 重四百五十吨 高三十六点五米 它的外壳呢 是青铜的 据说呢 是波斯人当时攻打希腊 后来希腊人呢 却打败了波斯人 留下了很多波斯人的武器 武器干什么用呢 就用来铸造一座阿波罗的神像 神像盖好以后呢 后来倒塌了 倒塌成好几节 当中的骨架却是铁制的 所以这样罗德岛呢 也就成了希腊的一个象征 现在已经没有阿波罗神像了 现在是坐了两个小路放上去 在原来树立神像的地方呢 树立了两个路 所以呢 它也是一个有名的 希腊人抵抗外部青绿的一个 纪念的地方 罗德岛上有很多蝴蝶 罗德岛蝴蝶特别多 而且是青一色的蝴蝶 它不是各种各样的蝴蝶 但是曾经上完的蝴蝶都过来了 所以远近闻名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罗德岛呢 把它称为蝴蝶岛 所以假如看奥运匹克运动会的时候 人家说罗德岛 你说是 但是它还有一个名称叫蝴蝶岛 那外国人会觉得你很渊博 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么一些情况呢 就是说我们说它是个岛上民族 是个海上民族 海上的民族啊 它的很多理念是不一样的 海上民族每天过的日子非常简单 却充满着危险 充满了冒险性 但生活是不愁的 海上民族虽然也是山地 有百分五只山地比较干燥 但那个地方种粮食不是很好 你没有粮食你怎么办呢 你可以吃鱼啊 可以吃水果 可以搞贸易啊 所以呢就发展了副业 葡萄酒 奶酪 满满油 等等 所以希腊人的食品呢 比较是海上的东西 它也有面包 但是也吃鱼 它的酒呢喝的比较多 当然我们说啤酒也可以叫液体面包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希腊的这种海上民族呢 它主要是生活的不稳定 你靠打鱼 你不是每次都能打到鱼的 你然后出去 出去了好几天 带了一些鱼回来 过几天 然后你又没有东西了 你还得出去 所以希腊就养成了希腊民族的 那个游动的这样一个习性 今天在这里 明天在那里 他们在岛上生活着离海特别近 海呢又是离天特别近 所以希腊人想象力特别丰富 经常要想如飞飞 我们中国古代 都有神仙 秦始皇要找仙山 要到海外去走 都觉得那个地方虚无缥缈的 可以长生不老 所以呢 希腊人也是这样 希腊人也觉得他们的神仙国度 有些神秘感 每个岛都不一样 他们也在海上去想象他们的神仙 希腊人这个特点呢 就是说神仙和一般的老百姓之间呢 他们的关系是平面的 不是天上的 不是一个纵向的关系 而是平面的关系 你到哪里去找神仙呢 你到奥林匹斯山上去走 奥林匹斯山在哪里呢 就几百个几千个岛上的一个 你可以去的 这样和天上的那个神呢 就距离比较近 另一个情况 就是希腊人的那个海上民族啊 他的日子没有一天是重复的 完全不一样的 希腊人的交际本领是很大的 这个岛上走走 那个岛上走走 叫做见多诗广 你到一个岛上 你又不能带很多东西去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就要和人交流 所以希腊人呢 天生有辩论的技巧 你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 展现你的魅力 这种很短的时间里 展现你魅力的能力呢 希腊人天生就有 希腊人有点自然熟 他见到你了 就好像和你很亲了 这是他海上民族 通过交际来维持生存的 一个历史传统 总之他活得很不错 希腊民族当然也要防止海风 台风防止风暴 防止对船的威胁 所以科学技术就一定要发展 古代的希腊人呢 思维呢 这种理性思维 真的很注重科技 所以希腊人发展得比较平衡 比较全面 既有浪漫的一面 又有理性的一面 既有想这样的一面 又有走极端的一面 生活比较安宁 他就不想小事 只想大事 希腊人不那么想小事 想的都是大事 因为他们活在理想中的 他也没有想 我今天怎么种一些粮食 养个鸡 生个鸡蛋 鸡蛋就换一个鸡 母鸡可以换个羊 羊可以换头牛 又可以换个房子等等 他不这么想 他想什么呢 他想海上 地球 奥林匹斯山上的云彩 这就是海上民族的思维方式 它的价值方式 它和农业民族的价值观念 有点不一样 农业民族呢 有点自恋性的 自己收敛的 喜欢求全责备 而海上民族呢 喜欢求心求意 每天都是新的经验 不重复的 要冒险的 所以最好呢 就是像奥德修士这样 每天都有长期故事 像个乌龟电车一路开下去 所以奥德修士今天在这里 明天在那里 今天碰到一个海上女妖 明天呢 就是山东里碰到一个举人 这就是海上民族的 一种思维方式 求全责备啊 和求心求意啊 是有点不一样 求全责备呢 喜欢把东西往坏里想 你一个人已经很好了 但是你还是有缺点 你已经很有学问了 但你身体不好 你身体已经很好了 但你思想不够理性 你那个思想不够理性了 然后你没有风度 所以老是看你的缺点 求心求意呢 老是表扬你的优点 所以呢 这是两种不重的 表现完美主义的理想 海上民族的另一个特点呢 就是要求把人生中的 最大的天能给激发出来 不让你种用 不让你保守 一个人明明可以当伟人的 他不去做 在农业民族里面呢 也许觉得他很重用 是善良的表现 但是希腊人会说 这是罪人 就是犯罪 你本来可以当英雄的 你不去当 那你就是犯罪 你本来可以成为像 贝多芬那样伟大的音乐家 你居然不努力 那你就是犯罪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呢 缺乏的就是 我们所说的一种叫 从中心理 如果你不是从中心理 完全来自己那一套 那就很容易产生出一种 叫个人主义 或者叫个人英雄主义 但是海上民族呢 是一个很容易出 个人英雄主义的社会 每个人特靠自己的本领活着 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展现 自己生命的最高的潜能 最大的魅力 这一点呢 其实是很令人敬佩的 海上民族呢 它离自然近了一点 还是农业民族离自然近了一点呢 我们呢 看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 农业民族每天看到的水 往往就是灌灌用的水 海上民族看到的水 往往想到这是天上的水 自然的流淌 所以有个哲学家讲过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跳到两条河里面 他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说的 他自己是一个进行哲学城市的人 所以他想到的不是灌溉的水 而是天上的水 想到是流动的水 这就是海上民族 想到的问题 表示海上民族和自然很接近 他们很自然 往往愿意进行一种叫极限的挑战 什么叫极限挑战呢 就是把你的生命 放到你生命的灵结状态上去生存 所以呢 他们的艺术品就是理想主义的艺术品 艺术要表现自然主义 要表现唯美主义 还要表现天性 还要走极端 所以在海上民族那里呢 有那么多的神仙 有那么多的极端 可见他的对照物 往往不是人间 而是海边 而是天国 我们刚才就说 希腊有座山 叫做奥林匹斯山 它就在希腊的中心 而中国的玉皇大帝 它不是住在平面上的 它是在酒店云霄上的 中国人和天的距离非常遥远 而希腊人和神的距离非常之近 也就是神在哪里呢 我们说神在海边 就等于我们在北京 说神在哪里呢 神在上海 上海在哪里呢 上海也做神王庙 他这么来理解的 所以希腊人讲起神呢 就等于说 神在奥林匹斯山上啊 或者说玉皇大帝在哪里呢 在上海 这个感觉你能够理解吗 而不是说神在哪里呢 在天上 天在哪里呢 这九重天上 九重天在哪里呢 九重天在非常非常的上面 而那个灵霄宝殿里面 才是玉皇大帝 所以我们感到 希腊人离 希腊神话里的神非常之近 因为生活在海边 就能够想象 神就在无限的岛屿当中的 某个岛屿 这样呢 这个神似乎就离人的正常生活 比较近 神不是那个高不可怕的神 神只是比人稍微高一点 也就高那么一点 但是海上有座山就可以 所以希腊人的生活 无时无刻 不是生活在神话里面 而希腊的神 也时时刻刻 生活在希腊人那里 这一点呢 和农业民族是不一样的 我们每天对照的 不是和神在对照 而是对神在敬畏 我们和邻居在对照 邻居在干什么呢 邻居家修了房子 邻居家做了什么 但是希腊人 他们和神在对照 这就产生了 人间和天国的对立 因为他那个神是可以模仿的 所以在希腊的神话里面 出现了很多 半人半神的英雄 所谓的英雄时代 就是半人半神的 神可以模仿 这么一种情况呢 导致了对希腊艺术品的 一种理想的罪目 从这么一些情况来看呢 我们看到希腊的艺术呢 就很有意思 这种艺术呢 是和海上民族的 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分不开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希腊呢 之所以产生那么一种 艺术品 我们刚才把它说成 它艺术品的风格呢 是唯美主义的 理想主义的 还有神秘感 还有悬念 这就要分析它的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希腊为什么会成为神话的国度 那么我们得知道 希腊神话大家肯定得知道 希腊最主要的一个神啊 叫做宙师 那么宙师是怎么来的呢 宙师是什么神 宙师首先是雷电神 宙师觉得自己力大无穷 他这么说啊 假如你把一条金链条 你呢 上面呢 我们拉着啊 然后地下所有的神 也就是你们所有的神 和你们的力量 想把那个金链条 从天国拽下来 根本就拽不动 我可以保证 你们绝对拽不动 但是假如 那条金链条是系在地上 你们就别想抓住 我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拔起来 我拔起来以后 海洋天空都拔起来了 整个的天反地腐 我一个人的力量 就可以把你们全部摆平 所以宙师呢 作为主神 就是这么强有力的一个神 这么强有力的一个神呢 却有一个艰苦的童年 因为宙师的祖父呢 是个天神 他的祖母呢 就是地母 天神和地母 生了他的父亲 而宙师的父亲长大以后呢 也因了希腊的一个神话 希腊有个很著名的悲剧 叫做《尔迪普斯》 这里面有个情节 就是希腊文化里面 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长大的孩子 要把父亲杀掉 这个不是悲剧作家 杜撞出来的 而是神说的 希腊的神则有一种恐惧 就是一定会让 长大的孩子把自己推翻 所以宙师的父亲也遇到这样一个遭遇 就是说呢 他的儿子长大以后会把他推翻 结果呢 等到孩子还没出来呢 他就把他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去 宙师也是这样 但宙师生出来以后呢 他的父亲也要把他吞下去 但宙师母亲就说 看看啊 那个小孩很可怜啊 我们就不要把他吞下肚子了 把他让他荒岛上去 结果呢 就给宙师的父亲吃了一块石头 那么他的父亲以为吃了就放心了 结果宙师就这么活下来了 这次回到家以后呢 后来回来了 和妈妈相愣了 相愣以后呢 他们就说 哎呀那怎么办呢 你现在回来了 而且你父亲肚子里 有你那么多兄弟 那么想个办法 就给他的父亲吃一种 凝土的药 吃了那个毒药以后呢 就吐出来了 把很多他的兄弟啊 甚至叔叔啊 都吐出来了 都复活了 于是那些复活了的兄弟呢 就拥戴宙师 让他当了天神 所以那个宙师啊 力大无比 就在奥林匹斯山上 这就是希腊的主神宙师 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